今天的话题分享 如何理解精气神 深心灵的说法 精气神是道家的名词 念太极就是修念精气神 这几个字的意思 用现代话来讲 精是物质 气是能量 神是神灵 唐朝的一位年遇八旬的修道人 曾经对精气神 做过一段简明的开示 他说 哪里有神灵 哪里就有气 当气显现出来的时候 神灵就会隐蔽 哪里有气 哪里就有物质 当物质显现出来的时候 气就会隐蔽 道家认为 人由精气神 三大要素组成 精是生命的物质体 气是生命的守护者 神是生命的能动力 太极的修念 在于三者之间的相互转化 凝聚为精 行运为气 妙用为神 气是精与神之间的中介 所以啊 道家修行是借呼吸 念精神 帮助自己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回归真性与自然 身心灵 是古今中外 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 比如起源于印度的瑜伽修念 就是根据身心灵三位一体的原理 身体的背后是心 心的背后是灵魂 所以啊 身体听从心的指挥 心听从灵魂的安排 在身心灵的组合中 只有灵魂是真实的 因为它是生命轮回的主体 决定你生生世世 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身心 佛教也起源于印度 但没有印度教的等级种性观念 也不是多神崇拜的主神论 佛教一个最令人感动的教义 是万物有宁 众生平等 所以啊 它传入中国后 得到广泛支持 发展成为华人一个主要的宗教信仰 佛教是绝对的唯心论 认为相有心生 缘起信空 因果轮回 诸法无我 诸行无常 佛教也是讲身心灵的 只是在说法上有些不同 佛教心理学 在这些为事中 把眼耳鼻舌身等五种感官的功能叫着五事 把意识心叫着第六事 再把潜意识分为第七时与第八时 第七时也叫着莫拉时 就是常人的妄心 其功能是执着自我 第八时也叫阿赖也时 又称藏时 夜时或神时 其功能是记载人的一切思想言行 储藏生命的全部信息 这个阿赖也时 就是我们所说的灵魂 心位于身体和灵魂之间 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工具 佛教的修行 修行有两种 一是修轮回业 二是修解脱业 业是因果 如果你只是在眼耳鼻舌身和意识心上做功夫 是表面的因果 不会对你的生命产生根本的改变 兴隆回业 必须从第七时莫拉时入手 去除对自我的执着 消灭自私自利的念头 虽然你还有不断的生死轮回 但福报会越来越大 修解脱业 也是从莫拉时入手 但还要深入一步 爆破阿赖也时你储藏的一切信息 如果你成功的话 生命就超越了轮回 达到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 回归本心佛性 涅槃是佛教的名词 按照其他宗教的说法 就是与上帝真主同在 阿松 你 他他自己演说 我吃你 噢 因为 去 与上帝� č